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到你面前的这一群人 是你十字架的保险买来的 是你在十字架上设设设计的身体换来的 是我们的天父牺牲了他独生的爱子 他活的独生爱子 是说换来的 是救赎来的 我们这群人 本来比别人没有任何的长处 也没有任何的义 本来和别人都是一样的罪人 你见识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长处 而是因为你有无限的大恩和无限的怜悯 你愿意怜悯 你要恩的谁有恩的谁有怜悯 谁有怜悯谁有怜悯谁 我们洗起你这样的大恩 竟然无缘无故地领导了我们 我们还能说什么 以前蒙老长恩怨的人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缺乏 你这样爱我们 我们缺乏的是敬畏你的心 愿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 愿圣灵光照我们 也求你 是我们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把每一个人的心都带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要寻找人 也不是从人那里要得什么 而是寻找你 今天来到这里 都是你的自己吸引人到这里来 就像主耶稣说过了 不是天地复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今天如果不是你吸引人就没有人到这个地方来 但来到这里不是来找人 而是来寻找你 因为你在这里 因为你在这里 他们才到这里来 我每次来到你那边 但是我们神传的是空空的双手啊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礼物到你面前来 我们每次来都是空空的双手 但是你给我们都是无尽的满足 主啊 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亏欠带到你面前 把我们的权法带到你面前 把我们的无善可圣的光景带到你面前 我们不是来奉献什么 我们是来得什么 因为你是一种万物之主 我们能给你什么呢 但是 你宝贵的就是一件东西 就是我们的心 当然是我们人到你面前 我们的心没有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现在我们就讲 主啊 我们 从我们身上 你说最需要 最希望得到的是我们的心 主啊 你什么都不稀罕 什么都不需要 你只要我们将我们的心归你 你从 你见到神告诉我 儿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要 吸约我的道路 主啊 我们愿意将心归你 我们的眼目 吸约你的道路 你要告诉我们 不一定要离开自己的意念 转个人要离开自己的道路 因为我的道路 非同你的道路 我一定要非同你的意念 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不能不改变 就像天高过地一样 天真要高过你 地 你的意念 怎样高过你一年 你的道路 要怎样高过你的道路 所以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有天翻地覆的改变 就像三位师说的 我生命我何等七大改变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谢谢你 只有你改变我们才能改变 离开你 我们得着全世界也是一场虚空 只有你 是我们一切的满足 让我们认 让我们认识你 认识自己 认识这个世界 让我们究其万事追求解脱 主啊 因为其他都是虚空 有你就有了一切 什么的人生是以你为满足的人生 是我们从今天从认识你开始 我们已经出自路上了 但是我们的人生 今后的人生 主啊我们要经历你生命的丰富 生命的打扮 生命的供应 和将来生命的派往 主啊 谢谢你的恩典 主啊 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全是因为天父的牺牲 全是因为主要做十字架上的设计 我们才能够白白的得这样大的恩典 你这样的付出 换来的是 无比的付出换来的是 无比的恩典 但是我们在乌山克尔神的人 尽紧地赢得你的爱 我们得到这样无尽 这种无穷无尽的恩典 爱的供应 我们实在是不配 这样的恩典 就得我们敬畏神 敬畏而化 圆灵而式 做心脏的人 再也不求自己一处 只求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 别人都在求自己的一处 从此而为的任性 只求你的邪恶 不求自己的一处 只求你的自己成全 不为自己求是吧 知道见你们的日子 但要我们那一天见你的时候 都能够笑脸见你 都能够遇见你的笑脸应激 不带着惨愧来见你 能够像保罗说的那样 像你的仆人保罗那样 在他见你的时候 能够高唱 得胜开戈 说那美好的战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已经跑进了 瞬心一刀 我已经守住了 主啊 我们都有美好的战 要打过 要打 当跑的路 摆到我们的前面 需要我们一起跑 都有刷新的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守住刷新的道 直到见你们的日子 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 愿神成全 愿主要求基督为我们成全 愿圣灵在我们身上 实行你的恩典 主啊 只要我们愿意 求你夺过我们的心来 我们的心多少时候 主啊 我们归给世界 我们归给别人 主啊 你要求我们将你的心归你 我们就是我们的心 留给了自己 留给了世界 留开了其他 主啊 你今天要的是我们的心 你什么都给了我们 你要的 我们能给你的 我们的心 就求你在这个时候 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愿意把我们每一颗心 都献给你 让你因我们的风险 得到满足 谢谢你的恩典 你什么都给了我们 今天 你要的不是别的 要得着 你舍了自己 要得到我们的 世道得到我们的全人 我们只有全心给了你 我们你才真的得到我们的全人 谢谢你的恩典 愿你征服 愿你的爱 征服每一颗 港人的心 所以每一个人都向你绘转 追求你的 寻求 只求让你的信心 通过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上 得到满足 愿你这样的生命 这样的拯救 不为的祷告 奉要所命求 阿们 今天要给你们 咱们分享的信息是 愿主通在 大家都知道 有一本书叫 老龙四弟兄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事 叫愿神通在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 愿神通在 但是我们只是说这一块 但是没有思想 这个愿神通在的意义 这不简单 说某某人和你在一起 那分说谁啊 说你的妻子和你在一起 和丈夫在一起 你说爱的人在一起 情人在一起 这非常的幸福 说你和母艺领导在一起 这好像是 这个人很有身份啊 很有背景啊 和君王在一起 这说明你更了不起了 在社会上来讲 这是说人的看法 现在是 这个太有福了 和上帝在一起 和上帝在一起 这件事情 这不是个简单问题 是和上帝在一起 你必须要敬畏神 是和上帝在一起 你的人生有福的人生 大卫说我一生一世 比如此内 恩惠随着我 我尽管行过 死亦流亏也不可遭害 因为你有我同在 和上帝在一起 上帝在一起 上帝在一起 上帝的祝福 上帝恩典 上帝供应 你更是要敬畏神 你要和上帝在一起 你的人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你的人生是一个一举动 要有新生的样式 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神爱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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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爱使人 它都有表示啊 神爱使人 如果不表示的话 这个恩爱 不是空的吗 是没有意义的 可能它是真实的 真实的如果不表示出来 如果不表示出来 是正义的 是正义的 没有表示出来 那正义的假的也没有见证 也没有什么证据 也没有什么意义 只要爱 它不可能不表示出来 不要说什么意义 那算不得爱 大爱有大的表示 小爱有表象 什么样的爱 就什么样的表示 强烈的爱肯定有强烈的表示 无比的爱肯定无比的表示 上帝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用圣一支这个词 圣一支呢 就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如果不认识基督的人 你说家里都是爱的词 给他们 他就说 什么圣一支 什么大爱 不就是信仰说吗 因为他不认识的声音 他就轻飘飘的 他就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话的意思 基督是创造之主啊 造物之主啊 现在上帝不是把受到之物给你 而是把他的自己给你 用什么方式给你 不像一本书一样 一个送给你了 待会去吧 就这样平平地拿回家 不是 上帝将他独圣子赐给你 使用导臣肉身在十字架上 的牺牲向生命穷倒 为你赏命 为你留下牺牲 为你舍老自己 有这样的方式来得到 如果他不在十字架上牺牲 你信他没有意义 他在十字架上牺牲 马上这一位基督的 他 那么你得到基督他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 那你就得到了 得到了什么呢 得到了 神无限的伤 不是给你受到物 而是给你造物支柱 造物支柱 还是受到物的 今天什么是造受到物 整个宇宙都是受到物 那么人在耶稣之外 追求的什么东西 追求的受到物 他追求不了多 追求的很少 就是今天发个财 明天 哎呀 实际上名利全球 这么一点 那么 不要说 不要说全世界 全世界不可想象了 整个宇宙呢 更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这些种上帝造的 现在上帝恩的 不是要给你受到支柱 而是给你造物支柱 那么神造一个 他会成熟万有的 那么当你得到了基督 圣扬说 你不要拿人快扣 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与神同在 我讲的重点呢 是要敬畏神 敬畏神呢 那我们 我们一讲到 一讲到信仰啊 一讲到 一讲到信仰 应该想到他的敬畏 而不是应该收下的神 神多么爱我 神多么 人呀 老是 人老是 人老是讨人的喜欢 讲信仰老是 讲神的恩 讲神的恩 讲神多么祝福 这些话都讨人的喜欢 今天我将敬畏神 不是让神套你的喜欢 让神来满足你的欲望 而神要得神的希望 所以我们看到 神是圣家 神是慈爱 神是公义 神是怜悯 神是恨无罪恶 老讲神的爱 老讲神的怜悯 不讲神的公义 也不讲神的圣家 光讲德就不讲悔改 光讲上天堂 但是不讲你离开下地狱的道路 这样人呢 又不想 老讲上天堂 他也不想离开下地狱的道路 他就 他就这样 这样呢 今天你不讲敬畏 不讲敬畏光讲神的爱 光讲神的恩一点 我想啊 现在实际上说的问题 就是敬畏 你知道 你知道人呀 和别的动物不一样 其他动物他没有灵性啊 说没有灵性的 处理了圣经说的 不是我说的 那人为什么有灵性啊 只有人 人和动物都是用脱造的 但是只有人 被造之后有从神来的灵 所以人是有灵性的 人有从神来的灵 所以人就有信仰 人有信仰 人不能没有信仰 那么人虽然有肉身 但是他有从神的灵 那么人的灵魂重要呢 还是肉身重要呢 那肯定是灵魂重要 那人和动物都有肉身啊 如果把灵魂去掉了 把灵魂丢到一边 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长的样子不一样啊 不就是选入这区吗 把灵魂的去掉了 你说人和动物还有区别吗 不差不多吗 你说人员吃好吃好的 那个猪也是这么想的 我告诉你 动物它也是 是管得舒舒服服 那么你今天管 今天肉体 管来肉体 动物不也是这样吗 今天你要追求永远的 要追求人没有信仰 是更可怕的 人没有信仰 信仰带给人的是敬畏 你知道 这个社会 你知道为 我们看到 这个社会越变越 越变越可怕 什么呢 人都知道 根源是没有信仰 那没有信仰 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可怕 信仰是人对着神的 这看不见 这是人和神的事情 但是呢 人和神发生的问题 他表现出来的是没有敬畏 没有敬畏了 没有敬畏这个世界变得可怕 人只是没有信仰 那是你和神的事 别人看不出来 你有信仰没有信仰 别人能看到了吗 但是你表现出来的 如果没有信仰 你就没有敬畏 没有敬畏这个世界 没有敬畏什么事都敢做 我们看到所有的问题 是没有信仰 没有信仰 为什么产生问题 没有敬畏的心 基督徒为什么光信耶稣 不会敢缺少敬畏的心 光讲神的爱 不将敬畏 所以这个世界 不管是教会 连社会都缺少什么 缺少敬畏 过去过去的时候 中国人这个犯罪 还怕老天爷 现在讲无声令讲的 老天爷不怕了 你看到现在人 人遇到人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过去就是喊老天爷 现在不喊了 就想办法报复 就想办法 要不然就 就自杀 要不然就想办法报复 这个社会越变越可怕 我们看到过去的时候 都说 哎呀 这个这个实在是不忠不孝 这是老人说的 过去的空猛指导带给人的 不忠不孝的实在 引起上天枕落了 怎么样 他有敬畏的信息 现在过去信贾神 贾神他有种 他也是信贾神 他是强调的 你做好事啊 别做坏事啊 他进完心里假的 他还是知道 啊 你要你要做坏事不好 那 所以这个 这个 我们今天不讲 我们 我们 说社会哈 社会说的问题就是缺少敬畏 方而没有变化 都是缺少敬畏 因为什么呢 啊 神是造物之主 神是造物之良 一个是万有 一个是人类 人类呢 他和万有 不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万有啊 都是受造物 人也当然也是受造者 受造者呢 但是他有同身来的灵 有同身来的灵 这样呢 一方面他有同身的灵 这就不得了了 啊 一方面他有物质的身体 所以 世界交易人来管理啊 因为一 一方面他有灵 他需要有信仰 他和上帝 啊 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然后呢 他有物质的身体 一方面有灵 能够和造物之主 有 有 有关系 一方面有物质的身体 可以来管理这个物质的世界 所以人在受到之物当中 他应该是上帝代表 上帝代表 所以当人 啊 人比万物都 人比万物都大 但是上帝 比万物都大 比人大 那么人应该 一方面敬畏神 一方面来管理好 受托 管理好 按照心理 神的职业 来管理好这个社会 管理好这个社会 啊 应该是这样 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 大家想 本来说 除了 除了神大 也是我咋 现在呢 他说这个话 太狂傲了 结果呢 把神来放到一边 人就最大了 我就为所欲为 为所欲为的原因 就是敬畏 就是敬畏信仰 今天社会要敬畏信仰 这个基督徒的问题 基督徒 光降神灵 光降神灵 一点是不够的 要敬畏神 我给大家讲 人呀 他是照着神样造的 说是你得尊重人呀 这个人你带他做好 你不尊重他 你带他做好也不行 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人 你对这个人给他吃的好喝的好 但是你不尊重他 他又受不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人 他是小狗小猫 他不跟你讲尊重不尊重 只要是人 不管是老百姓也好 不管是乞丐也好 你尊重他 拿他当人 拿着尊重他 他就很满意 你一个乞丐 你就是给他东西 给他 当然那个乞丐 他一般的把自己的自尊 他都不要了 但是人 人是个人呀 你应该 应该什么 他应该受尊重 所以你对父母才好 你不尊重父母 你对任何人 他对你好 你对他好 但是又不尊重他 今天他是个人 你必须要尊重他 今天他是君王 他君王他要的 不是别的 你要的是尊重 尊重呢 下面根就是顺服 尊重 所以今天他们 最应该尊重的是上帝 敬畏神 敬畏神 这个敬畏神 那么你今天一举动都要怕神 一举动要拿着神当神 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信息 也是教会最重要的信息 为什么 因为这个罪 大家常听我讲到 这个词我是不随便用的 你把它说到顶了 你把它说到顶了 你再路过真意的 还有更重要的怎么讲 哎呀 确实是说最重要的 你确实是他 你说敬畏神 这个信息最重要 比爱更重要 我说的对这个时代更重要的 因为这个时代 你讲神的爱 讲神的爱 他没有哪一个更重要的 啊 但是对于这个人的需要 实在需要 我们今天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将敬畏 所有的问题不敬畏神 好了 刚才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刚才读的是七十路 七十路 七十路一日二章一日七章 七十路二章 七十路这卷书是圣经的 圣经的最后一卷 最后一卷呢 是将耶稣再来的卷书 将耶稣再来的 那么 尤其是 尤其是七十路 它是 它 它是很脱出的就是敬畏的一种信息 因为将耶稣再来 你要敬畏神 你不要犯罪 你要预备耶稣第二次再来 所以今天 圣与耶稣怎么讲 要敬畏耶和华原领 是刚才讲什么呢 刚才说敬畏耶和华是神秘的全愿 敬畏神秘是神秘的全愿 神秘脱离死亡的网络 那圣与耶和华这个敬畏 你回去可以查一下 这个敬畏这个词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比较当中的道路指示他 耶和华要敬畏他的人亲密 少装狮子还缺是人的 但那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那么你要回去 你要好好地看一看 这个敬畏神对敬畏的应许 什么要不敬畏 不敬畏就是不怕神 不拿人当回事不尊重神 不敬畏神 在神里还随随便便 拿着神不当回事 那你尊重长本 你和长本说话 你不能和同本说话一样 障害最乱说一切 和这个完本 这个是一个说 你和长本 你和尊重的人在一块 所以今天不是你和人在一块 现在你是和上帝在一块 所以你的人生呢 应该是一种敬畏的人生 敬畏的人生 过去不敬畏神 现在你要悔改 要敬畏神 今天任何的说话随便 做事随便 离头的不省家 干什么 都是你要敬畏神啊 人是有信仰的 信仰你不敬畏 不敬畏还叫信仰吗 敬畏就要敬虔 就要虔诚敬畏 就要谦卑 信仰你不得谦卑吗 你在神年前 你能骄傲吗 能傲慢吗 你不分和谁在一起吗 你和小孩在一起很自然的 你是大人 你教导他那是应该的 但是你和上帝在一起 你只有顺服 只有敬畏 啊 一样还要敬畏他的人亲密 愿意不愿意 你愿意不愿意和神亲密啊 关系亲密 你愿意和神亲密 一样还与什么人亲密啊 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谁敬畏一样还 一样还比较单独的道路 只是他一生一世不会走他路 愿不愿意走他路啊 肯定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没有愿意走错路的 人生道路走错了麻烦了 你今天出门走错路 这个还是小事 也就是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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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 又拐会了 还能找到整条也可能耽误事了 但是这都是小事 人生道路最后走了也不得一看一整眼 不到整个地方去 可没有 可没有机会再重新走一遍了 所以今天 我告诉你 谁和你谁告诉你走正路 那是他的话 现在是谁敬畏一遍 一遍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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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 愿不愿意 你人生道路有助来引导和带领 愿意不愿意 你要敬畏遍 你今天不要整天瞧着 主啊你指示我 你呀 你还不如回个头来好好的回个 敬畏遍遍遍遍遍遍 自然人就指示你 你不敬畏遍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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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 你也不用你听了神几会儿,你都难养神语,你也不听神语的。 你今天敬畏神,不用说,要我敬畏他的人亲你。 神说你没有亲你,我就必亲近你们,是不是? 好了,真是,哎呀,你今天是敬畏神的,是一个和神亲密的人。 你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神称他一个非常好的,神称他什么叫?神称他为朋友啊。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神在这个地方有个朋友。 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帝找到一个和他最同性的一个朋友。 哎呀,有一个亲人在这里,他想起来又高兴。 哎呀,想起来这个还有个,那个地方有个响头,有个亚伯拉罕在那里,是一样他的朋友。 我希望神一想起你了,又高兴。 哎呀,济南还有一个长嬷嬷。 哎呀,这个,名字你贴哈,姓,姓,姓,换成你的姓,名字换成你的名字。 我希望神一想起来,那个那个,济南还有个嬷嬷嬷,他今天就得唱声音听到了。 哎呀,神一讲又高兴,哎呀,想起来高兴了。 为什么高兴一个敬畏神的人? 拿着神当神的,拿神当回事的神。 你拿神不当回事,神拿着你当回事。 你喝酒酒的,求拿神拿着你当回事。 你今天要敬畏神。 敬畏神要原理那是。 刚才,刚才读到这个七十路二章的一纸七讲。 这个七十路二章和三章是主要所给七个教会的一封书信。 这七个教会呢,我想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 我们今天不是讲七十路,没时间讲。 七十路那个,七个教会啊, 圣阳这个七啊,和我们这个,我们思想上的七啊,不完全一个意思。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思想上的七啊,就是一二三五六七个数字。 它的意义啊,就是数学方面的意义。 但是圣经,圣经上讲的七呢,除了数学方面的意义, 它更重要的背后有一种灵意。 什么灵意啊? 这个七这个数目啊,它代表着完全。 为什么呢?圣经上的数字都背后, 好多数字都背后有灵意。 比方说三是复活的数目。 也就是三为一天是神的数目。 三是复活嘛。 圣经上讲到三,往往的都与复活有关,都与神有关。 你好好的看一下,整个圣经他七到三的时候, 往往的都和神有关,都和复活有关,都是神的数目。 四呢,是世界的数目。 世界的数目,就是人类的数目。 怎么叫,是地的四级吗? 地的四级,他,地的四级都要敬畏他。 四面八方呢,这个四啊,就代表着世界。 什么叫完全?人离开神啊,它就不完全了。 人有了神啊,就完全了。 啊,世界,这个人啊,只要结束了神。 有了神的生命,它又是完全人。 七代表着完全。 它这个十二也是完全。 但是十二完全呢,它和七的完全不一样。 七的完全,它是将仅仅的,仅仅的事物,用这个七。 在永世里讲,完全都是用事。 你看,天称十二个,十二种瓜子,十二,十二个没十二根基, 有十二为天,等等等等。 都是事。 事,你看,和永恒有关系的。 神的子民是,到永生的子民, 就要有十二个支配,心愿,十二使徒, 代表着,代表着得到永生的子民,都是和永远有关系。 啊,和永远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都是完全,那个用十二呢? 那个四,那个七是三加四。 人,人得到神也就是完全。 那个十二你是三乘死,乘代表着是无限,代表着永恒,代表着无限,代表着永远。 家是代表着永远。 家天的,就是神的隐形耶稣, 家给一切,一切信他的人。 是家天,家天的是蒙恩。 这个城呢,是代表着无限,代表着永远。 好了,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样呢,这个七个教会呢,表面上是提到了名字的七个教会, 但背后的灵人啊,是对,是代表着少的教会。 呃,他本身也是这样说的。 你看,主要是对一佛神教会的信。 一开始说,你要,呃,说,因为约翰是代表人啊, 说你要相信给一佛神教会的,给他,给相依他谁啊,相依他的使者。 啊,怎么样怎么样。 最后呢,这七家,他们最后说,圣灵向众教会说说的话。 一开始说,主要说,你要相信给一佛神教会, 而且给那个教会,给那个教会的使者说的。 但是这,这几家就说了几句,下面最后结尾的说, 这是圣灵向众教会说说的话。 凡有耳的九亿道庭。 全都换了。 相信人也换了,收信人也换了。 一开始相信人是主要说, 呃,那个约翰代表。 那么最后呢,相信人是说话的,是圣灵在说话。 啊,这个相信人是主要说,但是谁在说话呢? 圣灵在说话。 那么圣灵是主要说吗? 圣灵,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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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和圣灵呢, 是三为一帖多余的整身。 但是呢,圣灵不是基督, 基督不是圣灵。 在三为一帖当中, 基督是第二位格,圣灵是第三位格。 基督不是讲三为一帖。 这是,这是上帝的高密。 我们人的语言坚持不了, 基督不是讲这个。 但是,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欢乐。 因为前面是主要说, 给某某教会下的声音, 最后说,这是圣灵像中药会说的话。 通常的这句话, 这叫圣灵像中药会说的话。 啊,也不说,也不光是中药会说, 凡有儿子就会拿去。 那么,相信什么呢? 说,你要相信, 给某某教会说, 那有数拿着七星在七个金能胎中央行走的,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等等等等。 啊,说你有好段的长处, 但是有件事情。 啊,但是我,他原文也不是有件事情。 因而,啊,我与你反对。 啊,你把其出的爱心, 你离其其出的爱了。 啊,所以你要回想, 啊,你从哪里, 你怎么掉下去的, 怎么堕落的, 你要悔改心, 其出所行的事。 如果不,你如果不悔改, 我要把灯灵从远处落走。 等等等等。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讲啊, 啊,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我给大家啊, 啊,人尽为神就在于挺身的话。 啊,我们看到整个神, 整个神经,啊, 啊,我们看到上的是宇宙万物之主。 我们看到, 当然他对整个宇宙拥有完全的, 具体的主权。 所以万有都在挺身的话。 啊,就是人不挺身的话。 因为人啊, 他是个人, 他是个独立的人。 那他有人意的思想, 有人意的感情, 有人意的意志, 他有人意的人格, 神要尊重人意的他的独立性。 你是,你是另外一个人。 那么, 这件事你同意不同意, 要不强架给你, 我得和你商量。 我告诉你, 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但你不挺, 那是人品的问题。 啊, 你,你挺不挺的是, 你,你做, 你知道该做了, 这件事该这样做, 不该那样做。 那么, 你做不做呢, 我只能是告诉你, 你是个人呀, 这个不能枪破你。 你, 你不能哪样做, 你应该这样做。 作为一个人呀, 你应该怎样做, 你不要哪样做。 那, 那别的东西, 牛干活, 那个, 你不能和他商量。 那妈也能干活, 你说那个, 起码拿牛和他商量商量的。 那个杀猪也没有和猪商量商量的。 但是人也不行, 人感受了, 他是个人, 你都要顿弄他是个人。 他是由自己的, 神造了人, 就造成这样的, 所以他, 他要求你, 他告诉你, 应该行善, 不要钻额。 你行善会怎么样, 蒙福, 你钻额会怎么样的, 是这样。 所以, 万有, 都不存在不听神的话的问题, 就是人不听神的话。 当然这个时间就要于人来管理, 人不听神的话, 这个时间就败坏。 好了, 我没说, 当初神到晚游的时候, 说游就有命里就有力, 要有光就有光, 就是人不听神的话。 神说你悔改, 你听吗? 神说你, 神说你, 别死想给, 那基督分成错了来的。 神说, 神说有光, 自说一遍有行。 你今天, 今天讲到神又见着, 神也告诉你, 别死想给, 人也告诉你, 神说来, 让你别死想给, 等等等等, 说了再说, 就是人不听神的话。 摔到一摔, 说好说, 天哪, 要听, 因为杨华在说话。 杨华说什么呢? 牛认识主人, 女认识主人, 主人也操, 我的民全不认识, 以色列人全不留意。 天听神的话, 地听神的话, 就人不听神的话。 那, 牛认识主人, 女认识主人也操。 但是, 心说, 我扬语儿女将她, 扬打她, 扬打她, 就被拗了。 女认识主人也操, 外国民全不认识, 以色列人全不留意。 人也就是网人也, 不听神的话。 所以, 不小心父母和这个十条解命啊, 十条解命, 前四条就是, 人和神的关系, 以后留了任何人的关系 信仰 信仰的监命第一条是要信仰真神 人伦的 关于人伦的监命第一条是孝敬父母 就是这样 那么今天还没有神人你从而来的 没有父母你从而来的 那么今天还没有神的养育之恩 这个万佑 万佑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嘛 今天你从小到大也有父母的养育之恩 所以 一个是第一条是敬畏身 那么认论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 要孝敬父母 要听从父母 要听从父母 要在主力听从父母 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到 我以为父母是该死的罪 要在主力听从父母 要行善 要孝敬父母 啊 这个 那么其实如果这个七个教会呢 啊 我 我想起来 我刚才说的 我这个 那个神的话 那我们今天 我们经常读圣经 我们经常听到 都说挺神的话 像我基地翁怎么讲啊 神的话 他愿文啊 中文也看不出来 都讲成神的道神的话 但是他愿文呢 他的愿文有两个词 意思不一样 一个词是logos 叫太初我道与神同在道友的神 这个道是logos 他的希腊愿文也是logos 那汉文一个词是lema 神的话是灵是神明 主要是lema 啊 你们今日听他的话 这是lema 这个lema是什么呢 lema是善的神像你说话 那logos呢 logos呢 logos就是 背着黑子 写出来的是道理 是圆子 是早就成文的 早有了 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呢 我们讲到 没有神人的工作 就是logos就是道理 就是人听了些道理 神的话 是神的话 是神的话 但谁也教训 谁也教导 谁也道理 但是这些话 你听了也明白了 也知道是对的 那么有个人说 你说说的 这又不是道理了 这又是现在的吩咐 神对你现在的吩咐 叫lema 那么人时候 神要说 时候讲到人 饥饮无病 尴尬 尴尬 听没要话的话 那不是没有律法说 也不是没有圣经 是因为神不说话 神没有话给他 那么今天你读圣经 读得很熟 但是不等于神和你说话 神是神的话 道理你也知道 也知道神的话 你读点神的话 但是神没有价值说话 你只明白个道理 但是这个话 对你想不起作用 没有作用 神当时说 想到圣经上 神说有个光有个光 但是神当时开口说话的时候 一说出来 光就来了 那叫lema 当时说话 好了 今天 教会缺说的是什么呢 缺说的不是道理 缺是不老个字 缺说的是神说话 说一说话 怎么讲呢 必须有圣经的工作 圣经不做工 我们告诉你们 今天 通日讲道理 如果圣经做工 人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今天神要透过人 向你说话 透过圣经 向你说圣经 圣经的感动 我们看到主要是对一佛说教会的信 这是老个子 你要想和一佛说教会的使者 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到圣经做工的时候 每个教会 每个人在看这段话的时候 他想到的不是 哦 这是主要是给一佛说教会的信 一佛说教会到现在几千年了 咱们见不上了 那个是谁啊 咱们理事严有严有不出来 你不会这样想 每个 他表面上写的给一佛说教会的写的信 但是我们长春的教会 他不会说 这是给长春的教会 给一佛说教 这是给我写的信 那不是说给那世的说 这是对我说的话 圣灵的工作 这个保罗说信 保罗给罗马人写的信 给提马太写的信 是给个人写的信 给罗马是给教会写的信 加拉太一佛说都是给教会写的信 保罗当时写他没想别的 他就挂了那个教会 他就给他写信 但是写到圣经上 写到圣经上之后 谁砍一佛说书 然后罗马书 都觉得这是个历史危险 这是当时保罗给那佛教会写的信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都没有想到一佛说 又是杂拉太 罗马书 都是神在向我说话 这神想我说的 那里是给提马太写的信 你读的时候给提马太写的信 但是你里头不想提读 不想提马太 你都是向圣灵在向我说话 圣灵的共同 救援全都是以色列说的话 对以色列说话 但是没有一个人 哦 那是对那个民族说的 甚至不是对教会说的话 你对以色列说的话 以色列要停 你要停 要换你神主义的主 谁都知道这主对你说的话 救援的事是先知 先知上这口 刚才那个 有一个给我一封信 他说 我一看那个信要求 说 他是那个意思 我是先知 我要给大爷讲讲 这个回给的 我说 我们不信 那个 自称是先知一段 我说 你拿回去吧 呃 救援是这样的先知 但是 如果有信的先知的话 就会出现信的圣经 你知道吧 先知说出话 就是上帝的口 就是信的圣经啊 是不是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救援的先知 要话如此说 那不是人说的话 是神说的话 知要的就是说 但使徒说话 不是要话如此说 而是使徒是基督的代表 他不用说神如此说 他只要说出来 就是和神的话 同样的权威 是的 好了 这样呢 挺深的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这封书信是主要所给一佛神教会的信 但是呢 在圣灵的工作之下 这是圣灵对众教会说出来的话 而且对每一个人说的话 希望今天你们读圣经 要从当中 借着圣灵的感动 庆年身在想你说话 不是罗格斯 而是雷马 而是主在对你说话 我过去给大家讲了 我希望每一次听到 不是要明白些什么 而是要改变些什么 那又是雷马和罗格斯的关系 那么我每次讲到 不是为了让人明白些什么 那是明白什么 那是罗格斯 而是让你改变什么 改变什么 那时候天也雷马 主在想你说话 吩咐你去行的 直接的要求你做的 有的时候圣灵要写的很好 但是你本来你身上用不上 为什么呢 那不是对你说的 当圣灵 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圣灵的允论之下 变成出现的对你说话 变成圣灵对你说话 那么这句话就 你也看到圣灵说了 有病了 你请张罗来 感受的病 想病又比好了 我告诉你 请个张罗 请死个张罗 感受好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罗格斯的 不是对你说的 如果经常说 主说你让圣灵的请合照 合照 请拿个同工 拿受就好了 那主现在对你说话 那肯定是错不了 如果你看到圣经就半个来用 但是圣灵没 没 没吃 没 这不是对你说的话 啊 我看那个说 有人说 有一个 他他他儿子出了 插化了 他他道不出神的话 神的话 看圣经 看圣经 一闲下来 扎平不至于死 高兴了 结果 不等到圆地死了 难过了 神说的话不算了 因为那个话 是说的 拉三路不是说的你 啊 你说神啊 说的话都是神的 神的话 那个地方没变成 神在想你说话 所以今天如果 如果没有神的工作 这个教会 就缺少一下 就缺少 缺少活力 他又会自己成成 教育他编辑自己成成啊 啊 好了 所以你要相信 给一佛社教会的使者 说那有数那的信 在七个金能胎中央行走的 在七个金能胎 就代表着对少的教会 中间往来行走 固定稍微的教会 今天我们路过 那个死的话 这个话我们都看明白了 也要相信 啊 主要就是在 一直在 自国之间 所有的教会 当人往来行走 啊 那么再不再 成全地行走啊 那肯定 今天再不再 今天再 到这为止 但是到 下面说 省灵 省灵相对于说 变成雷马的时候 这不一样的 今天 弟兄姐妹 不是按道理 主要所在为中眼行走 今天甚至看不见的 主要所正在你旁边走来走去 他走来走去他干什么呢 他在检查 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他检查你的行为 下面说 教他们知道 我是那检查人 非复心肠的 他的检查人的 非复心肠 今天住在 我们中间 你敬畏神不敬畏神 今天 你如果 今天 那么缺少这种 这种 这种面对面的 这种 这种意向 今天 你看到没有 这一转变 按道理 主就在 按道理说 雁花无处不在 雁花充满万有啊 充满万有 可以肯定充满了你家呢 充满万有 一句话未知 但是 当圣人一走共的时候 充满万有肯定也在你旁边 刚才说 你在忍 尝试的时候 在任何困难当中 他长得没中间 那是长得 讲的神的一点 讲的神的爱 讲的神的看顾 但另一个方面 如果上帝在你旁边 上帝和你同在 上帝和你在一起 你今天的一举一动 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 我知道你今天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我很在乎 你在身里还不敬畏神 你内心都不敬畏神 今天这个教会 里面缺缺敬畏的心 为什么看不见神 今天这个话变成道理了 而不是缺缺神的工作 当神一做工的时候 道理不是道理 而是实实在在的 灵力的这么看见 你有没有这种灵力看见 有这种看这个教会才能改变 这个教会才能够复兴 就这样 这七个教会 有五个教会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对第一个教会 我知道你的行为 对第二个教会说 我知道你所受的怀难 你说受的苦 我知道 第三个教会 就是说我知道你住的地方是世界 你已经在世上眼罗家了 对一世面的教会说 我知道你在世上为我受苦 对第二个教会 我知道你现在拿着世界当家了 我知道你的句说 已经在撒旦的作为之出眼罗家了 我知道你的句说 其他的教会 那五个教会 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要相信一边的教会 你告诉他 我知道你的行为 他是在教会 七个教会当中往来行动 他说你不但对每个教会说话 对重要的说话 对有儿可听的每一个人要告诉他 恐怕这些人 为什么听着听着 看着看着笑不晓得 听着那是老格斯 有梦老心老的法神 今天在圣经广场之下 要听着住在学校 住在你的旁边 你今天 住在你旁边 你 你 你讲了有一天 站到主席台前的时候 我们恐惧战警 今天你要恐惧战警 做成大一堆功夫 你不要等到哪一天的时候 哎哟 我这没一位好有法建筑吗 你今天就整天住在你旁边 你讲了有法建筑了 你现在不拿着住在你旁边 现在希望我们整个教会 你要敬畏神 要知道住在旁边 他是检查人心肺腹心上的 你没一个想法 大卫领种的时候 祝福沙罗门 托伯沙罗门啊 你要认识 要和你父亲的上帝 要诚信乐义的时候 因为他检查众人的心 知道一切的信思一念 你的 如果人 那么你 那么你今天看你 一个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就 他的神 信仰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那么人光 人影不深 哎呀人看不见 人也不知道 怕人也不怕神 那都趁了家门一山 那都心疼外调了 心疼皮了 那么回个里头 管人怎么看 今天我要敬畏神 神知道我的心 人继续人论 我全不在意 为什么 我是敬畏神的 人说什么算数 因为我敬畏神 人都算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不算数 是你自己说了 他才说 全世界都算你好得不得了 主要是自己摇头没用 别人全世界都算你坏头了 但是主说良善有忠心 那他算也没用 所以今天 你你关心 关心人的说法 你开始 你的信仰就开始 自己外表了 开始应付人了 应付外表 做事有家门一山了 你的福祉要收回了 要让他痛 看见 让帝王怎么看见 别心疼我软弱了 别心疼我 怎么不来去回来 软弱了 再让人也刮着 再刷过来 你看不行了 为的面子也得起 你这样都成了皮了 所以今天 你和神打交道 神是看不见的 你要用心的 要称谁要敬畏神 刚才读到全世界 一二哥得罪了 哥哥了 没有出去 逃到他旧家里去 他刚想杀他 那个时候他没出远门 摔他 那个时候也没有马路 也没有汽车 没有飞机的 很远 没去过 因为逃亡嘛 因为那一路都是耶稣 触摸的地方 能不能平安 对他的旧家里去 而且他 他以后怎么过这个日子 这个人呢 这个雅阁 他从来 美好好的和神交通过 你知道吧 这个人呀 你看他这个家庭啊 他这个家庭 咱谁都没探上这么家庭 你看我父亲 不像这个雅阁这个家庭这么好啊 他祖父是亚伯拉罕 是树林的伟人 他祖母啊 是 是 呃 是叫 叫萨拉 也是树林的伟人 他父亲的伊萨是树林的伟人 呃 他母亲李贝加 真是树林的伟人 你看人家这一门家子 从小在这些人给人家长起来 你说他父母 他父母 他祖父祖母 不成天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 他信仰是自己的 他就没 是 我告诉你啊 你和谁在一块 你自己不常开心 不好好地悔改白党 斩不了光 有人说 哎呀 那些什么事 下不了地狱 拉着裤腿圈子 也不能下地狱 你这个说法 谁信谁得到 这个不管用 哎呀 我就和我那个朋友就是个信仰 锁在人心里看好了 你和他在一块 哎 到了时候你上天堂 我斩了光 你把我拉我一把 上天堂 这个没有 雅各 他 他就没用老神 他就没好好的和神交通过 现在都通过了 我跟你说 亚伯拉哈的见证 他从小都很说 白党 他自己是不回转 今天我告诉你 我江伟将 省人造工造工 你今天得回转 你如果不回转白党 我江伟将 这个我代替不了你 你短树龄的教会 你也一样不得救 我们看 以色列蒙这么大的人 但是跌倒的有得是 我们看那个 迪马跟着 跟着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 他还能离开保罗 走他路上 舔子垃圾 是不是 这个得动便 犹大跟着 要是跟了三年 还下了地狱呢 是不是 所以你看 你今天 你今天 有些事情 别人逮不了 这个人 他从来没活活的 合身交通过 这一次 走投无论 没有这个 也不知道 下一步怎么回来 这一次 他走投无论 遇到神 了 正在试图睡觉 蒙眼前帖了 蒙眼一样 发在帖子椅上 和他说话 给他应许 神的事上一下 来帖子椅上 他走那个地方 往来睡了 天黑了 他没想别的 但是他走投无论 这个时候 他想起 他祝福说 心里的神啊 他父亲心里的神啊 能不能保护他 能不能拯有他 神的梦 我向他显现了 他醒了 他醒了之后 他说 他说 真的在这儿 我竟然不知道 神出了晚游 知道吧 知道 但是他做了梦 他说 神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 他认为 神就在这里 向他显现了 他又专门一向 做这地方 何等可为 这不是别的 这是神的点 又是天的门 这个地方 他没在你睡觉 也不是天的门 也不是神的点 天的门 现在是了 也不是 神啊 无处不在 你在哪个地方 你想谁会给 主就在里 向你显现 那就是 你 你只要把你的 心灵享受敞开 神那个天上的门 也要向你敞开 你给他开门 他给你开门 你来到神的眼前 你最好别管这个心灵 神还怎么说 那个那个 常识 那 谁要说 也然这样 那个 一件礼物 有一件 这一件礼物 行灵外 等候是为了 你正一杯 别人一杯等手 这个礼物也是主要说 啊 这个地方何等可为 这不是别的 神的地上天的门 实际上 你神外 他马上就有了警卫的信 这个地方何等可为 今天 你不想神敞开 你来聚会啊 你也遇不到神 但是神照常在这 你没看到他 当你前程警卫的敞开信的时候 你要知道 神在这里 雅花真的没重压秀 他检查种人的心 你没一个想法 今天不但是 你今天来到这里 超开信 神正在这里 你在日 你今天在任何地方 啊 那个那个老林斯 与神通在 他自从四十 从四十年之前 他开了个睡啊 掉了 他又想起腐化的大能 从哪儿之后 他的会议传 四十年与神通在 他说他在厨房里 茫茫茫茫茫的时候 和圣餐的时候 圣餐的时候 一样神圣 和圣面对面 他不是来到教会的 神与他通在 他的生活当中 他无论走到哪里 他相熟了 他相熟了 神是谁的通在 这种生活 事实敬畏神 一种甜蜜 一种想法神雕童 希望与我们前面 希望今前面的人生 是与神通在的人生 是敬畏神的人生 是一个一举一动 向神而活的人生 是一种成能实实的 敬畏神的人生 不然就很容易成了 加茫茫茫茫的人生 成了一个要欺骗人 要欺骗神的人生 戴着面具 一个信仰戴上一个面具 好多人知道 好多差点人知道 要敬畏神 要认识悔改 要不断向神悔改 今天 我一看 咱今天下面还有圣餐 那个 衣服刷教会 我再说一句吧 衣服刷教会 这个教会 本来我们看的挺好的 但是 主说 他是在教会中行走的 祝我知道你的行为 神说知道行为啊 你说我也知道我的行为 你是知道你的行为 可能你家人也知道你的行为 但是神知道 你可别认为神和你也都是一样的看法 罗南啊 你觉得你和神也都差不多的水平了 你和神一样看法 我告诉你 你对你自己的行为的评估 和神的评估 不一定一样 衣服刷教会啊 教会 我看这个教会好得不得了 我觉得他自己应该觉得没问题 但是主说你短乱了 短乱个词太严重了 为什么短乱了 主说你把起初的耐力起了 这个 这种行为人看不见 他起初的耐力起了 你看了吗 他理错的是 外头你还忙忙碌碌 外面的你看 主耶稣对他的承担这么多 什么要堕落了 因为帝王子妹说 哎呦咱太心啊 还不行啊 咱得慢慢的 我生两小啊 得慢慢的长大 我告诉你 神也从来没长 我现在告诉你 我怎么 你过去啊 我们没信耶稣之前 是个罪人啊 死在罪恶当中的人 上一个人把我们熟悉了 熟悉是 结束了基督为信的生命 我那个救世人 与主统领十字架 我告诉你 神也使人把基督赐给你 当你接受基督为救主的时候 那个恩一点是最完美的 你的意识呢 是把基督说蒙的你还出来 你因为信假神的了 修行 时间长了 就导演神了 基督教是被被打的恩一点 神也不是说慢慢的有着点 一开始给你一部分 以后又短给你一部分 慢慢的你表现的好友 再上一部分 一开始就给你完美的恩一点 神也说 既然蒙了恩一点的 你的心是为蒙着的你相成 所以你当初蒙了恩一点的时候 是一个是我要扯的悔改 否定我的过去 我要以基督缘的一强 所以你一开始的起初的爱心 起初的信心 起初的盼望和胆量 需要一生来持生到底 所以啊 那个活不出来是多论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没有别的 起初应该心理起了 我们今天也有新的 神也长有新的短的 那么你是不是有这个毛病 有这个缺点 你可能和昨天差不多 和去年差不多 和前年好像成不到 但是你和行祝五年之前 有变化了吗 八年之前有变化了没有啊 和你高兴的受病 什么受变了的不知道 变化很大 慢慢的变了的 行耶稣不是越变越好 他把起初的爱心丢了 教会这个问题 什么要复兴啊 你原来有 丢了 现在复兴就是 恢复到你 要起初耍心的事 你起初那种奉献的心 那种耐住的心 今天如果丢了 你尽量会给赵回来 不赵回来怎么办 不赵回来两件事情 第一要会给 第二不会给受管教 你想看不愿受管教 要不愿回给 也行了 那是第三种人 那是另外一种人 那肯定不是输出的人 你要是神的孩子 在身边出了串 反正两件事 你挑一个 一个是你好好的回给 要不然受管教 你想找第三个办法 神的孩子没有 好了 今天 那起初的耐心里去了 很外面很忙碌碌碌 原来甘心变得不甘心了 原来姐姐的现在 开始小极客了 过去的时候 爱住不配 现在爱住 偷偷的变赞贼的小兆 哎呦 那么上帝为他 心上都是爱子 想他这功夫 他都傻不得了 哎呦 我这老伙子换钱了 所以没有把起初的耐心 牵得到 起初的风险牵得到 过去的时候 哎呦 来到神面 神态打得我太鼻微了 刷花心智光怕大嘴神 现在实验常了 不禁为神了 好像我醒了这么一年了 好像在神态有名字了 说错话没事 咋错事 反正嘴还不要了 就变成这样 这叫这个变化 今天这种被思雨 印有迷惑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希望帝王子们 要把起初的爱心坚持到的 起初的信心坚持到的 起初的盼望和担忧坚持到的 这是你要告诉我们的 对于一副社教会 你要把起初的内心路过 不坚持到的 等他闹走 对于西北来书说 我们老爸起初的 信心坚持到的 就与基督有份了 把信心丢了 还与基督有份吗 老爸可怕的盼望和担忧坚持到的 那就是神的家 哎呀 今天有那个可怕的盼望和担忧 不给世界 世界都不给赚 这样就成功 哎呀 为主被识的压根随主 好 今天给弟兄姊妹奉向在这里 远深祝福他自己的话语